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各位貴賓 尤其還有遠從高雄來 我們縣府也三位跟觀光產業非常有關係 我們文化處處長 以及我們現在是觀光流處 以及公廁會 三位我們縣府的主管都到了 我想今天最主要做這個民意論壇的原因是 有一次機會跟工業院在談 跟我們今天特別從工業院下來的經理 專案經理我們在談 那麼台東的文化創意產業已經講了很久了 那各位都是親力親為在我們台東第一線 在做觀光文化 不管是在做觀光或在做產業 大家都是第一線的為台東在努力的各位的精英分子 那各位在這幾年當中 因為台東縣政府這兩年 這一年多來 其實我們在 我的了解 我如果有錯的話請糾正我 我們在播化六大新興文化 六大新興產業是文化農業觀光 觀光能源生技醫療 這六大 那在這六大產業當中我們正在努力 縣政府正在努力在推動 那我們如何能協助以各位實際務實的經驗 我們如何能把這樣的一個方向 大家一起來把這個餅做大 來把這樣的一個市場做到最好 然後讓大家對台東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觀感跟想法 那所以我在這裡先提出一點點的 拋出一點點議題 就是在我看來文化創意產業是三個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就是文化加創意再加產業 所以文創產業不是只有一個東西 我在我看來是它是三個東西 那這三個東西如果它加成起來的力量 它就可以帶動很大的一個觀光的能量 比如說鎮蘭宮大家最熟悉的 它的是一個文化的內涵 加上它的創意 然後它的產業 很難到鎮蘭宮去的人不會買一兩樣東西回來 很難在每年鎮蘭宮這樣的一個繞境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去創造觀光商機 那反觀台東如果也有一個喊單也 我們是不是在文化創意產業這方面 三個面向我們都做到了 還是我們現在只有文化而沒有創意跟產業 所以它的能量一直沒有辦法放大 那各位我們今天 大家都是在第一線親力親為的 那如何我們在能夠跳脫其他的談話 因為我相信同樣的談話 大家應該都做了無數次 我們是不是可以今天來用另外的面向來思考 如何用各位真正在親身經營的面 遇到一些面向 或者就剛剛我們所說 我們今天三位縣府的主管都到了 如何我們來共同 就以前發生過的一些缺失 或者說我們的願景當中 我們到底有些什麼落差 我們如何業界跟官方來一起努力 把文化創意產業的能量放大 進而能夠做我們的觀光 能夠賺到更多更多的錢 那在慶林看來 我們一味的思考路客自由行的這個方向 是要考慮的 我們要先對自己的產品有信心 然後才去考慮 我們其實是門是要開向全部的人 不是只有開向特定的旅客 那在這裡我就不多罪言 真的很希望今天能夠有聽到 各位的一些真正的聲音 讓我們今天這獻服的 因為獻議會今天做的就是一個平台 希望能夠讓大家把心聲講出來 當然我相信很多事情是事在人為 也許它此時不可行 它也許是一個前瞻的做法 也許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們真的做得到 那我在這裡不罪言 我想我就把時間留給我們所有 與會的貴賓 與會的來賓 那是不是我們今天就繼續進行下個議程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台東文化產業季 觀光升級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分兩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我們所要探討的 就是文化產業 那我們預計的時間是40分鐘 那第二階段是觀光的部分 那預計也是40分鐘 到最後的總結論是由主席來做結論是10分鐘 那現在請各位就現在探討文化產業的部分 這樣子我跟各位 我們今天各位好朋友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我們先花時間 讓我們公園院的郭經理能夠先跟大家治個議帳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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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議長 各位台東的產業前輩 大家早安 我是公園面產業服務 中心的經理 那因為我們在東部就是有一個計畫 就是東部產業技師創新跟關懷舞蹈計畫 那這個計畫的起源大概也提一下 就是說從現在政府的愛台十二大政策裡面 97年馬總統到公園面去視察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說公園面要在東部一定要有一些產業的推動 那從那時候開始當然公園面的團隊就開始一直往東部這邊 那搭配經濟部的一些專案計畫 就在這邊有一些進出 那剛開始這個我們那個服務中心是設在花蓮的官法工業區 就是官法工那個工業區管理中心那邊有設一個服務中心 那我們的所謂東部就是宜蘭花蓮跟台東 那這個因為這個每次到台東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產業有很多聲音 所以說這個花蓮到台東這個路途還是很遠 所以必須在台東有一個核心 所以最近大概從今年開始台東會有兩個計畫 那進制的同仁會 可能會超過30個人 包括十字中心 因為這邊會有一個魔廠深層海水的計畫 另外一個就是搭配農業精緻農業的產品的計畫 那這邊我們整個在從98年開始推動這個計畫 有一個也就在這邊像類似這樣的會 當然沒有今天這麼盛大 但是我們也一直在開這個會 就是說如果工業圈到東部來對推動產業也好 或是幫產業做一些一些播種的事情 那我們種下去的是什麼種子 我們一直強調這一定要原生原味 一定不要把西部的那種很緊張 很冰冷的科技的產業就整個搬過來 這個是我們一直很擔心的 我們每一次到台東的時候就覺得這裡很快樂 人很思爽 所以每一次他們到 我們每一次在規劃說每年大概都要到國外去玩一玩 那如果像今年比較特殊或是時間湊不巧 我們一定會到台東到東部走一趟 那不是說這樣規劃是交通問題 而是說到東部真的有一種異國的感覺 有一種另外的一種特殊的感覺 那這個感覺我大概今天也感受得到 大概就是在講的就是 如果台東這邊的產業大概是一心一意 就是所謂無獨之心 就是精緻農業這個無獨有機這個部分 是一定是我們這個產業的主軸 另外一個文化創意 這個文創產業 就是今天我們在談的這個主軸 我想這個是 接下去我們可能在產業裡面的一個方向 那在這個方向的定點 我想我們還是要多聽各位產業前輩的這些 非常Localized的新生 那以後我們在這方面的投資 也會照這個方向來走 非常謝謝 謝謝郭經理 謝謝 我想你今天最主要來是做我們的金主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業者他們有什麼需要 你知道中央有些什麼可以協助的方案 我想這是你這個我們需要你的 我們真的非常需要你的地方 來 議長 好 好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台東縣咖啡產銷班第五班的班長 阮永光 也是那個 好 也是那個經濟部 公園SBIR的輔導廠商 台東縣這個 深層海水產業的那個輔導部 而我要報告的 就是說 首先我感謝 議長跟郭經理 這次在八八豐災之後 我實際上看到議長的努力 來為在一起的奉獻 這個很感人 郭經理這次八八豐災之後 他來於我們出路休閒農業區 提議了兩個那個產值倍增概念 他跟這個台東游客倍增概念 這個產生很大的效果 在那個出路休閒農業區 無力那個主委代理下 現在每年都有兩倍到三倍這個成長 這是我們真的很高興的 那再來我現在要提議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台東 台東咖啡產業起步比較慢 比較缺乏知名度跟行銷通路 這個公園院在97年98年 他已經來協助台東這個 在我那邊他進駐 那湖島那個台東果子梨咖啡 這個腸道玉鏡 這個也做的應該稍微 算是說很有成就了 昨天那個聖母醫院也帶了16位那個 那個嘉蘭部落的那個災區的那個村民來 來實習 我看他們來的時候比較惶恐 後來要走的時候都很有信心 那我是建議 第一個建議是說 縣政府是不是能夠提案 將這個以前政府成功的輔導案例 像工園院這個成功 這個研發這個果子梨咖啡 這個腸道玉鏡 不斷的拷貝給我們台東 台東這個咖啡現在聽說有400公頃 這以後我很怕會很可憐 如果有工園院現在已經成功這個技術 不要只有放在一個產銷班這邊用 每一班都來用 他們授權 這個議會來控管 來台東縣政府來提案 請產官協員來評估看是不是可行性 選定台東幾個那個有代表性 而且是政府成功輔導的這個有案例這個 來不斷的拷貝 就讓那個災區的子弟有機會 這樣來發展他的家鄉的產業 他們不用再為了生活到處奔波流浪 這樣 這第一點 我是還是這樣 在這裡還是感恩 感恩姚議長跟郭經理這樣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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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階段40分鐘 所以各位我們就40分鐘之後 那我們就請 再請大家 再請三位 就問題一起回答這樣好不好 好 就不浪費時間 好 就不浪費時間 沒問題